考量吉米星空飞天小火车装置艺术 已经成为到访宜然必有景点之一 经过县长林之庙邀及各方讨论之后 决定原有的装置艺术修复完成 将结合南海五渔村计划 并在乌石港驿站旁重新来展示 那因为新政府目前在推动一个 南海铁到五渔村的一个计划 那其实刚刚也跟吉米团队的李总经理 这边跟新政府的团队有找到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那最后我们选在 这个是一个模拟土 我们选在南海博物馆旁边有一个乌石港驿站 驿站后方有一个小的树林 那我们就把这个火车营造在树林里面 当中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分红 那也希望能够带动南海博物馆 认成了五渔村的一个观光亮门 而星空火车装置2.0 除了针对主体材质以及结构安全做提升之外 未来广场周遭也将扩大注入新的内容 期待透过更丰富活泼的互动规划 继续聚集观光油气的能量 来拼出宜兰的好生活 那这一次我们整个就把它换成FRP的材质 所以在材质上会更坚固 然后我们也请了解构机师去做整个承重的计算 还有就是这些小鸽子们的问题 对因为其实当时我们 其实应该是说新的 新的飞天火车的挑战其实是更大的 因为我们原先的飞天火车 只有前面那两个人的背后是有空间的 但是原来旧的这边都是平面的 但是我们新的作品里面 其实这些立体的这些角色都是立体的 所以它会有一些空间 那希望鸽子们可以手下的友情 但我们会定期的就是请县府这边 帮我们做一个清潔跟文库 不过重点是它可以不用在上向下下 这一次的正式展的飞天小火车呢 除了五人们的车长以外 还有我们刚刚有看到的 祁福后头龙中午后 然后还有很多的羊 很多的动物都会在里面 让我们的身体版的 机密的飞天小火车能够带上高峰 然后能够让我们这些大人小孩 在休闲的时候能够到这边来 这边非常地漂亮 然后刚刚呢 这个鸽子也会到我们这边呢 他就不怕人 因为我们有爱护他 他就有喜欢女人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些小火车 大家看了以后呢 都会很喜欢 然后呢再创呢 我们的这个地区展公民的 这个再创高峰 公旅处表示 新的装置艺术 将在10月17日 封闭广场进行组装作业 11月底进行吊挂 测试以及验收 预计明年1月开放迎接游客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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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